打响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抗击外来侵略第一枪的赖恩绝的 郑威将军帝 大鹏协富将属遗址 这些零次置笔的古建筑 在坐落于深圳市东部的大鹏索城中 历经风雨洗礼 大鹏索城建于明洪武27年 即1394年 全称为大鹏首谕千户索城 管辖珠江口以东扬面400余里 寒阔整个香港地区 明清两代一直担负着南越海防安全的重任 蕴藏着深港众多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 大鹏新区博物馆副馆长黄文德介绍 作为鸦片战争首战 更是中国近代史第一站的九龙海战 就发生在大鹏索城管辖的海域 我们讲这个九龙海战是大鹏将军九龙抗英 就人是大鹏索城的人 但是他打仗了地点在香港的九龙 那为什么呢 像我们讲深港深港 原来深港是一个县叫新安县 新安县就是古代的深港地区 而大鹏索城在新安县的东边 就负责整个深港地区的海防 就当时英国人打死我们一个村民叫林维喜 是借酒行凶 但在当时的林哲是非常强硬的 要求赖恩杰要制裁英国人 你不交凶手我就把制裁你 据介绍 虎门销烟后 英人不甘心鸦片被销毁 烟犯商船仍然在珠江口沿岸 澳门香港等地猖獗活动 甚至无理闹事 殴打村民致死 1839年9月4日下午 驻守大鹏索城的参将赖恩爵 奉林泽徐之命 带领水师船只巡视九龙 尖沙嘴海面 英军借机炮轰 赖恩爵指挥轻军还击 战斗历时5小时 最终英军败退 黄文德告诉记者 赖恩爵任广东水师提督期间 对侵占香港的英殖民者积极防御 向朝廷上奏唱剑九龙寨城 并带头捐奉建造 也创下一个不小的募捐奇迹 向朝廷上了个奏折 请求把九龙炮台扩建成九龙城 扩建成城寨 那朝廷就批准了 但是朝廷没钱 当时赖将军就第一个发起奸钱 所以这个广东省监了46两两白银 大家为抗鹰 为了建九龙城 大家很积极 建了46两两白银 这什么概念呢 建成只需要九万两 如今大鹏所成通过挖掘深港 450年同属新安县的历史故事 打造了一一带水专题展 这些故事不仅生动展现了 深港的历史渊源 还吸引了很多香港中小学生 及社团组织前来参观学习 自从去年我们推出隆重纪念新安县 建县四百四周年的这个倡议之后 我们迎来了大量的这种香港中小学生 香港同乡会 这个社团的到大鹏所来组织参观 特别是我们跟香港的一些机构 比如说香港公众考古协会 我们组织这个香港的一些学生 一些志愿者 我们到大鹏所成来研写 对所成的考古 这个一带一路 我们进行一些研讨 这个去年搞了好几场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我们要继续讲好深港故事 希望更多的香港能够回来看一看 谢谢大家